大家好,欢迎来到卡卡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用空气撒锅烤一只鸡 看这只鸡刚刚出锅 香气一忍,但是很烫手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需要整鸡一只,把鸡屁股切掉 毛拔干净,加上料酒 生抽一小碗 酱片 葱 一大勺老抽 20克左右的奥尔良烤鸡腌料 然后给鸡做一个充分按摩 它的肚子里面也加一些料 腌制6小时以上 最好是直接过夜 我们下期见 吃了一个小时鸡 他的肚子里面也有点充分 但是我们继续做一个小时鸡 带来看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最后的带来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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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腌好的鸡,鸡翅膀用棉绳系好 防止烤鸡转的时候散开 用锡箔纸把鸡翅膀包好 防止烤糊了 我的空气炸锅自带烤鸡的工具 有一根烤肉杆 卸下这根烤肉杆的螺丝 然后用这个杆子穿过机身 固定好叉子,然后再拧上螺丝 然后再拧上螺丝 然后再拧下螺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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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弄好的鸡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烤肉架上 370度烤两次,20分钟,也就是40分钟 控制面板上有一个旋转的按钮 按上它,这个烤肉架就会转 40分钟以后刷上一层蜂蜜水 这样烤出来的颜色更加鲜艳 我买的这只鸡比较小 所以再烤7分钟就可以了 用空气炸锅这么做烤鸡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好吃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